五号夏月 欧巴 能接受这现代生活吗 现代生活 我早觉得你就像生活在古代呢 现在要给你穿个大衫 在整个长袍 你就是古代人 你可能是误解了 我不是不接受现在那种生活 我只不过是更陶醉在我的那种生活里头 你适合往山里住 山里 人们说吗 小银音乐 大银音于世 你逃进山里是因为你本身心里不平静你才多 心里平静就算你在一个再浮华的城市里 它一样可以平静 但是你不觉得一个男人三十岁就开始不争 就是特别平淡的那种生活 你没有欲望吗 就不想得到什么东西吗 东西你每天你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该来的东西它会来 你何必去争去抢 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成一个家 就是以后你会有老婆会有孩子 你孩子以后要面临很多问题 你现在就不争不抢 你拿什么来给他一个未来啊 这吧 我觉得你就算给留下金山银山那也不是说你留给后代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你留给后代最好的东西还应该是和对这个世界的豁达吧 要再多东西你是为了服务于自己让自己快乐的对吗 而这种快乐就在眼前措手可得你非得去争那份干什么 现在家里有多少地 家里有两厂大田有一厂林地 都是你自己在忙着种 对对对 哦 那个你那你之前 你之前没有想过吗 也创业呀 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致富的项目 有做过吗 以前做过 那个做木耳啊 我做的也挺成功的 嗯 很多技术都是我 我发明的 以前的那木耳我们那边都是开大口的 然后后来是 然后我是把它变成开小口的 然后